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杂多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现场 那下面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里面看看有什么好玩的 您好 你好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非常多的藏族服饰 那今天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我身后画的这些藏族服饰呢 那我们今天身后画的主要藏族服饰就是传统的一个藏装 所以这就是一个整个藏服的一个从古到至今的一个到现在这个趋势的一个 就是整个一个就是演变过程中的就是这样一个展示 那其实我看到这些藏服啊 我看后面有很多花纹也很好看 我能不能试穿一下 可以可以 嗯 发纹主要呈现出来 发纹要呈现出来 因为这个发纹的制作过程是特别讲究的 嗯 所以制作过程也是整个非常够杂 非常够杂 上去的最难的一部分 哦 这是自己绣上去的 对 这东西绣上去的 绣上去的 对对对对 这东西绣上去的 这东西绣上去的 好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金属器修复记忆这里 我身边这位美丽的小姐姐呢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啊 这个记忆 这个记忆主要是由我父亲他自己有一个独测的方式 然后把一个以前已经损坏的文物然后修复出来一个崭新的样子 就是在他原有的历史和文物的价值上又给他呈现一个新的经济价值 然后这个他的这种记忆是一般很少有人能做到 但是像我父亲呢他就是用他一种独特的方式做到了 并且他做出的很好 就是他修复完了以后就没有一种修复过的痕迹 然后就是恢复的跟原先一样 好的 那其实在这个展台这里呢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都是一些年代非常久远的这个金属器了 那都是经过我们工匠的精良的手艺呢把它们修复的像新的一样 那我听说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锁 也就是我跟前的这一个非常重 这是铁质 铁质 那其实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钥匙 那其实它的钥匙是怎么回事呢 蓝莹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钥匙可以分身的 然后这个两个人拿 然后两个人搓在一起才可以把它折起来 然后把它打开 这样就是大大的持续一种安全性 然后它这个外面就是一些金银 然后这个外面也是完全手绘上去的一些图案 纯手工制作的 所以说也通过这个子母钥匙啊 我们可以这样去说 也体现出我们工匠的一个智慧 好的那小心今天的杂多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旅呢 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想体验或者说想来看看更多精彩的内容啊 可以来到我们长江南园第一线 包括也是我们蓝沧江原第一线的杂多线呢 来去体验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